前段时间录了几个上传了 然后这段时间的话热情有点下降 主要是一开始的话比较有新鲜感 学会了这个软件的使用 然后上传到土豆的优酷的 什么它那个土豆里面有栏目 优酷里面的话成为波单 然后还可以设封面什么的话 玩玩的话还有点热情 那么现在这些等于说这电脑操作技术 也都学会了也就不太想了 那么但是我现在看的话还是坚持吧 因为你反正半土花费的话不太好 就是我在那里地方的话 上传了一些让子期的复盘 那么让子期的话我想暂时停一下 还是比较适用一点吧 因为现在的话 反正现在我很少跟人下让子 当然让子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别人让我的 关键是你要找高手的话 高手也比较忙是吧 另外一个高手也不太愿意跟你下 我以前就是获得了一个机会 有一个高手挺好的人挺好的 跟我下了很多盘让子期 那么我也就是通过这样的让子期的话 我大概从一段水平的话到了三段水平 后来我也就没什么进步 就是升加升加 然后我就不停的升又不停的降 有时候从二到三 有时候又从三到二 或者有时候的话有几次从三到四 不过很快又从四到三 那么现在也不太下期 就是说我讲过就是说下去的话 你如果在一种新品气和的状态下下下的话还是有好处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大部分人的话也都心浮气躁 一个也比较忙 另外一个方面都是心浮气躁 就是说心态不太好 就是说我讲的心态不太好 不是说请进 我讲的心态不太好的话 也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很多人想赢想说 我觉得这个倒也没什么 大部分下期的人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还是想赢的 或者输了以后稍微有点不高兴 这个倒不是什么心态 关键就是说的话 我们用的一些词 比如说的话 你在QQ群里面聊天的话 就是什么砍一盘 什么的话就是说 或者什么切一盘 反正就是说的话好来砍我吧 当然这是其友们开开玩笑了 但是就是说好像你这个 把这个下期比于战争 所以我个人认为下期不是战争 这个跟战争一点关系没有 对不对 下期不是战争 那么那么下期的话 你你从那个 我们就拿那个做数学题来说 做数学题 这个反正小朋友也知道 做数学题 当然你做了一堆题目 做对做出一道题目 你跟答案对一下正确的 不是老师表扬你 或者当然承认 不在乎老师表扬 或者一张卷子 你考了一个高分 你很高兴 那么你是满足于把题目做出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没错了 满足于做对题目 拿高分对不对 高兴是不是 但是你另外一种的话 你也可以是同样也是可以做数学题 那么追求的话 你可以另外一种追求 追求就是说对什么 对公事 定理的理解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公事定理的话 你背一下 比如说那个直角三角形 勾股定理 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别的平方 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这里我稍微卖弄一下 大家都知道 那么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三四五 三的平方是九 四的平方是六五 二十五 直角三角形 三条边三十五 那么除了三十五以外 当然再简单就六八十 对不对 六六三十六 八八六十四 四的是一百 那么你光是光是会被这个定理的话 那么你还是对这个勾股定理还是不理解 对不对 你通过做一些那个几何证明题的话 你来或者是一些几何方面的题目来加深这个理解 那么我觉得这个下期的话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通过下下期 如果能够对你 你对这个一些定式的或者一些布局的话 理解更加深刻的话 有可能下下还是有点味道的 不然的话 你只是为了追求输赢的话 也没多大意思 那么这样是说 所以我们这样复盘的话 我们当然我这是乱理解的 我首先是低手 我们只是说朝这个目标 就是说来追求这个理解方面来下跌功夫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盘的话我是白的 对方是黑的 这个没问题 这个很正常 那么这个的话 我稍微稍微还是解释一下吧 就是我我以前的话 这个这番其实也是也不是 是大概一两年前下的 因为我的话是中间我停了四五年 我2008年开始下 2008年下了几年以后 下了一两年以后我停掉了 我大概下了两年 2010年我就停掉了 停掉以后的话 我停了三四年还是什么 我到了又五年 又六年又开始下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的话就是说 我那个时候下 包括08年下的时候 我基本上也都是下平行布局 我很少去下对角 而且我避免跟对方下对角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下的时候我就下了个二 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不跟你走对角了 对不对 那么稍微有些区别 那你直接走这里的话也可以 直接走这里的话 就是说有可能跟对方对角 就对方对角也不怕 这个都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五的话 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下 就比较少见 就是说大部分人可能会下这个流行布局 这是小零流布局 这个三的话 它可以 就是说大费也可以的 低菜和高菜 这称高菜低菜都有 不是高菜 就是远菜近菜 用这个字 反正一个是大费 一个超大费 但是下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左右 这一条边是对称的 你就这么看一下 我们还是来稍微解释一下 用这个也可以 反正A和B的话 都在思路上都是对称的 那么这个根据对称的话 随先动手的话 随有力 一般情况下 都是随先动手随有力 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这要再从头举个例子 比如说它有些布局是这么下的 我走一个小木 对方走一个小木 我立刻再对角走一个小木 那他为什么要去走对角 就是也是根据这个对称的道理 我们这个假设是很初几的 所有的就是说 所以说高手 你也不需要听我这个视频 你是感觉繁琐 这是不对称的 全部在思路上 那么我这样的话 因为我黑先动手的话 谁先动手谁有力 也是基于这个原则 那么你比如说 你不管你走这里什么 我立刻就走这个 是不是 你如果再继续跟我对称的话 那么我就是给你什么 我就给你来个三接地角 我反正走到这里边 谁先动手 谁有力 对称的话 一般是 所以说它基于这个 这个原则的话 就是说 它这部期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这个就是从头开始 这个错点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对 然后它就随先动手 谁有力 那我走这个六的话 也没问题 当然你这个六不走也可以的 你反正这个都可以加 这个反正都可以 一间低加 一间高加 二间低加 二间高加 都可以 三接加到加的人比较少吧 也不是不能下 你用这个三间低加 三接高加也可以 或者你要是有创意一点的话 也可以 或者有些比较有创意的人 就是说你给我来一个 我也给你来一个 是吧 这样下也可以 不过这样下 一般来说不太好 那么它就根据这个左右同行 走中间的原理 它就这样逼过来 或者它逼得远近一点 也可以 对不对 它就更加近的逼过来 但是你逼得近的话 有个问题 就是白起有可能 继续跟你模仿下去 对不对 不过这种模仿 一般来说对白起不利的 是不是 它只要走到中间 你白起就不能模仿下去 所以说它索性三接加也可以 就让你不要直接让你模仿 你同样你加二间的话 这个白起也有可能跟你模仿 是不是 当然白起的意思 也不是像模仿 他的意思是希望你逼一手以后 他这里再拆回来 是不是 然后的话来攻击你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没问题 那么他这样的话 他这个也是正常的 然后这个奸下 这个奸下也基本上也正常 这个奸下 不过现在的话 就是说也有可以不奸的 就是以前的话 认为这个理论 因为现在的维起理论 比较灵活 以前的话 就是认为最后 奸下比较好 你不奸的话 因为不奸 基本上你黑起也是限制 比如说你走这个吧 你走这个 那么黑起这个 也是限制 不过但是我觉得 这个局面下的话 白起也可以考虑 就直接去挂架 让它奸下 这有什么好处 你让它奸下以后 它走这个的话 然后假设你走拖吧 我是假设白起 黑起走拖 当然黑起不一定会走拖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白起说不定可以给它 来一点这种东西 给它弄弄这种 不是说非得跟它下血奔 是不是 我假设它 它要跟你血奔的话 我白起可以不跟它血奔 我走这个 就是说把这个 把这一边的话 把它走了 走了比较宽阔 那么我如果 我如果对定时有自信的话 你也可以跟它弄血奔 也可以 当然的话 这个黑起有可能就不跟你弄 不过你这样下的话 白起我感觉还可以 就是把所有的起都 在这里面的话 好像有一种四例范围 一样的 也可以下 那么我这盘起的话 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实际上下起的时候 不可能考虑那么多 下起跟复盘的心态不一样 复盘的话 你比较悠闲的 可以喝喝茶 慢慢的 就像品茶一样的 你可以平米 这个下起的时候的话 尤其是在一层下起 每方顶多二十分钟的话 你不可能考虑那么多 所以都很多时候 在凭感觉下 这个都没问题的 这个的话 也没什么问题 就直接去挂它吧 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觉得 这一步十二 可能有点问题 我主要是 当时我下的话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说看自己的 其实有好处 就是你比较容易 懂得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你自己想 你知道自己的一些背景 就是你看这个 看专业的话 我感觉的话 不是说打专业谱不好 我感觉的话业余高转 比如说你一层五段以上 打到专业谱有点用 你一层五段一下 你打中专业谱 有时候真的是 摸不到头脑 你不知道它专业 到底在想什么 你根本就不理解它 像这个的话 我是不会下 不会下 那么我听说过 围棋上面有一句话 就硬不好不硬 我不会下这个定设 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我觉得的话 我就走了这个 对不对 不是说我这部期的话 有什么深刻含用 我就是纯粹 因为不会下这个定设 现在我后来查了一下定设 我知道这个定设 就是拖一下对不对 拖一下的话 然后这个是标准 那你可以走这个 大飞也可以吧 大飞小飞 超大飞大飞都可以 走小飞是不好的 这种的话 走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标准 那但是这地方的话 黑旗的话 有可能的话 用这种东西也有可能的 就是说它给你那个的 这种的话也有可能的 那么这种的话 你就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 你你就这样打一下打一下 然后这个是先手对不对 这个是先手啊 假设你不走的话 你就死掉了 这个基本 你走一下以后的话 然后我再拆一个 我这个地方不要拆死啊 虽然说我另三可以拆死 但是我稳健一点 你拆死的话 有可能被它打路 你这个打路 就是直接把它盖死啊 这个没问题 你如果拆死的话 你这个它打进来 你不一定弄的是它 这个有点麻烦事情 还是有点不一样 反正就是少菜一路吧 少菜一路也就差了几木起吧 这个业余的话 其实不需要追求那么高的效率 高这个专业的话 他们为了一两木的话 拼得你死我活 我感觉我们的话 就是说下得稳一点 没关系 你少个一两木没关系 反正这个地方拖一下比较好吧 你你要是实在不行 你不想拖的话 你走这个也可以 那你走走 你不会走的话 你就按照形状来走 比如说你大飞 对不对 大飞当然肯定不亏了 被它这么拖一下 对不对 那么你走个超大飞也可以 超大飞也可以 那你索性走这个 你就索性还原了也可以 就假设你走这个 你希望它这样来拖一下 那么你是不是还原了 但问题就是说 你走这个的话 它不一定来拖你 它有可能打进来 对不对 就像那一键低价定设 它这样直接打进来 也有可能把你分开 所以说的话 你还是这个往脚上拖比较好吧 它这个走法的话 也是有的 这个走法也有好处 就是说它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 这个走法比较少 大部分人的话 就是说 这地方还是拖 但是拖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 白起准备给你血本 这个的话有个好处 可以防止对方给你血本 那么的话 现在的话 它走了这个 然后的话 我们看实战 这个一键 即将没问题 然后的话 关键是 我觉得这部射是有问题 这部射的话 还是走这个算了 还是这样照它算了 因为反正的话 这个照的话有个好处 虽然说你杀死啥 不死啥 就按照定设走吧 我们就按照定设走一下 但这个的话有个好处 就索性把它压低 你就索性直接 就这么压好 就一口气 这样压了以后 把它压低以后的话 就是我外面的话 有点外似的模样 到底能不能成功 是以后的事情 反正的话 我可以确保 这个纸的安全 那么你实战 你点了33以后的话 你被这个叫什么 被它弄了 就是说 落了一个后手 主要是你要走的话 也要走双飞烟比较好 这个双飞烟 跟点33一个区别 以前我也不是很懂 我最近想一想的话 就是重大的 就是一个先后手 因为你点33的话 绝对是落后手 对不对 你双飞烟的话 就是比较复杂 有点搞不清 就是说到底 这个地方局部战斗 告一旦了 到底谁先谁后弄不清 如果白旗一旦 被白旗获得一个先手 以后的话 把这个白旗还可以拖进去 对不对 你现在的话 关键是我们看舍战 还是看不要讲太多了 他这个地方不好 一个重大不好的原因 就是他点了一个33以后 就是这个时候 他当然是被挡了 这个时候黑旗很聪明 这个时候黑旗不可能来 这么挡了 是不是 你你期望他 我可能当时期望他这边挡 你这边挡了以后的话 我还可以做这个 我还来得及做这个 但是问题是 他不会从这里挡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从这边挡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好了被他 拿这部期 他下了很稳健 实际上他也可以下了狠一点 比如说他这种也狠一点 也可以 或者走这种的话 狠一点 这个形状也比较好 小费大费超大费 其实下期的话 你不会下的话 你就看形状 比如说你就看看 大费超大费 在边上的话 一般用这种手法比较多 脚上的话 一般是什么 小费比较多 小费单官比较多 那这个脚上 比如说你挂脚 我也是小费 我小费 我单官都可以 我这里也费尽了 你如果边上的话 你拆二也可以 拆二拆三 拆三 然后高拆三 大费实际上就是一个高拆三 对不对 高拆二 大费实际上就是高拆 我们随便来摆吧 你这个大费 是不是一个高拆二 你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平的拆 这是高拆二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是拆三 然后的话 超大费的话 就是高拆三 你在边上的话 你不会走的话 你就走这种方法 那这个拆一肯定不行 对不对 你用排除法法 你这个拆一肯定很明显不行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太凝固了 肯定不行 那你的话 你要走的话 像他实际上走的 这个拆二也可以 不过这个拆二的话 就对这个值的压力不是很大 他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话 黑漆 反正黑漆好下 这个时候黑漆可以积极一点的 这种也可以 这种的话就是有个确定 就太远了 太远了 有时候也不好 你这个比如说 假设你他这里被你弄掉以后的话 这个值是没有的 那么他以后还可以打进来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形状的话是超超大飞 就超大飞再远一路 再远一路以后就相当于变成拆四 他这个实际上是高拆四 实际上是 就高拆四 那我们来摆吧 还是 这个是不是拆四 这个拆四的话 你把这个再挪上一点的话 就变成高拆四 他这个一和这个 这个值的形状是一个高拆四 我标一下吧 这个AB之间是不是一种高拆四 高拆四的话 一般来说可能用的比较少一些 你就是用高拆三 那种也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的话 这个地方有可能 的话黑器可以积极一点 实际上的话 走这个也没问题 这搞不清了 这个软件还是不会有弄的半天 要不再摆一遍吧 摆摆也好的 摆摆就是浪费时间了 其他都没什么 那那怎么回事 他一摆上去就 要不到这里就停掉吧 再看几步的话 基本上就是就是开始 白起就被动了 也不说白起不能下 有些人对自顾比较有自信的人 你可以这么下 但是我的话经常被人屠杀大龙 我对自顾也没信心的话 我觉得还是走到外面 也好自己 这个东西他 他要再往前吗 可能是 哦有 这什么意思 长夜目击者 要不关掉好了 不要保存 重新打开好了 搞不清楚的话 就这个最好 这个这个原谱都在 是不是 这个是正 这个是实战进行 实战进行的话 现在的话 我再看几步也好了 现在被他攻击以后的话 这个这步骑不太好 我感觉 现在我感觉24不太好 这个时候 我觉得可以考虑走这种东西 或者的话 你走这个也可以 其实你往脚上拖的话 也不是可以 不能下 如果他这样下的话 当然他有可能不但会这么下 你这个好像 活是活不了 反正这个白纸形状也可以 啊 这个这个拖可能不太好 要走的话 还是从这里出途比较好 从这里出途的话 我觉得的话可以快一点 啊 可以这样 这样这样出途比较好 或者你稳一点嘛 走这个也可以 啊 走这个也可以 不过走这个的话 有可能他这里有点大 还是有点大 是不是 他这里可以直接 啊 不是他这里 比如说再交换一下 啊 假设啊 现在他先不贴这个啊 他这里 比如说给你这样子啊 然后的话 这个控制度有点大 有可能啊 当然他也可能 黑起也可能继续追击啊 网络上下起 一般都是追杀大龙比较多啊 所以说的话是 我这只假猜想一下 也不太可能下成这样 你如果轻快点的话 你就走这个算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尖充对方的模 尖充对方大本营一样啊 你再尖充一下 然后的话跳出 那么他舍战 我再看几步啊 舍战走的是这个的话 然后对方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这个我们 这个的话 他这步起有可能 还是我感觉有点问题吧 这个地方不应该去拖他 这个地方的话 他可能还是从这地方追击比较好啊 因为这 因为你白起的话 你拖进来没意思 对不对 你拖进来顶多就拆个一嘛 那么你也没必要去拖他 拖他可能舍地比较好 那么这个时候他搬一下 这个二字八还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这种东西的话 你你你就是 走了这种一点好一点 你把它看清 因为你这个断的话 你就把它看清啊 是不是 你就这样贴下来 这个还比较舒服 是不是 他这个大概真的走这个 你还可以再贴下来 如果他走这个的话 你这里给他断他一下 很舒服 下一步要双挡 如果他接上以后的话 你这里还可以抱抱 不过这里抱抱也没什么起啊 因为他白黑起可以从这里冲击 白起的话变成两块 就是说反正的话 这个地方走了那个一点吧 就是舍站这种东西 走法的话 就是说 就是什么 太 太 中 要走的话 你走 走这个好 走这个的话 你如果假设他斑的话 你很舒服 对不对 肯定是你这个舍站这一步 我感觉也白起这步 这是我下的 白起这一步也不太好 反正这种地方的话 实际上你要不能搞不清楚的话 你也可以往这里走 这个地方你索性把它看清算 不过这里切断 可能死地还是有点亏 你不想让他切断的话 你还是走这个比较好 走这个的话 这里他是切不断你的 走这个吧 那么我看舍站好了 舍站他走的是这种东西 这种最 就是按照定时下 但是这个地方不成为定时 你想想看 你本来这个定时的话 你应该拆过来 那么你走了这个 这个很明显不好 对不对 我们稍微还是来研究一下 你如果是这三个形状 走了这三个形状以后的话 下不这个形状的话 应该是这个形状比较好 从这里大飞过 你只有这个二十四也不好 对不对 所以说就这样分析一下 就知道这步棋有问题 他现在开始 他又开始就是说 要对你这个发动中弓一样 这个的话舍站的话 实际上我感觉舍站 上次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这里贴比较好 这里贴的话 他现在断不了你的 对不对 断掉你的话 你就直接就把它真实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 真实 真实 能真实吧 摆摆看吧 不用摆 应该是真实 不用摆了吧 肯定是真实 好刚好真实 对不对 这个是能真实的 那么就是说 当时我可能真子也没仔细算 就是说 应该是这样的话 他不敢断的话 那么他顶多就是说什么 他这样的话 他这个顶多走这个的话 你就不客气的把它揭上 你甚至狠一点的话 你走这个也可以 这个走这种 不过不一定好 未必好 就这个他 比如说他弯出来 你虽然说你便宜了几下 便宜几下 你最终还是要接了 对不对 你最终接了以后的话 你被他这一切断以后的话 反而不好 所以我感觉不如直接 直接沾上算 直接沾上以后 他这个地方 不能被你绊倒 对不对 他要逃出来 这个的话 以后的话 你可以冲到 现在你就冲到 不一定好 因为你自己的话 还有点问题 现在的话他不怕你 有可能他 他从这里一跳 对不对 他不是很怕你 你的话 跟他走这个的话 他可以走这个 你这里的话 靠靠也 反正有可能有点守战 不过这个地方太厚了 作战不利 你如果他退回的话 你就是大字单子 就是说 或者你大条也没关系 因为他这里有弱点 你可以步子慢了大一点 对不对 这种他总不可能 这样强行弄你 一般情况下 不太可能强行弄你 那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你就走小条 总之来说的话 要沾这个比较好 那么我再看几步 实战的话 他很奇怪 沾到这个地方去 实战是沾了这个A 这个的话 那么被他这样 钻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还是应该 继续沾 继续沾的话 他还是断不了 能断吗 这个时候有点不一样 有可能试试看 比如说你走这个 他沾这个的话 这里打的话 跟刚才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这个针子有可能 有点不一样 拜拜看 现在我是懒得算了 就什么都摆了 这个不一样的 是不是 这个时候的话 你真不是他的 你这个地方的话 插了一路 这个很奇妙 我知道了 就是说刚才的话 你是从这边针的 我们这个视频快结束 刚才的话 你是从这里针的 对不对 从这里针的话 就是这样针的话 能测试 现在的话 你接了这个以后的话 被他逃出来以后的话 你再接这个的话 你只能从这边针了 等于说你这个针子的话 少插了一路 这里稍微体会一下 你是从这边针的 对不对 从这边针的话 就一路的差别 一路的差别 这是围局真是奇妙 你这样贴了以后的话 被他贴出来以后的话 你现在的话 你再接这个的话不行 是不是 你再接这个 被他切断 被他要切断了 这个是比较郁闷的事情 你既然走这个的话 被他切断 就是他毫不可惜 把你切断 因为你这个是从这里针 刚才是你直接从这里针 那么他竟然还 我舍战的话 还敢 我可能没算 误算 那么他应该毫不由于 把你切断 切断才是对的吧 他可能没切断吧 这是舍战走的 舍战他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舍战这种走法 也是有的 他就是说 希望你这样倒一下以后 他顺时的就是说 弄你这个 对不对 因为你下面的话 你打一个的话 你活不了 是不是 你是活不了的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理想图 当然这个时候 白棋不会上当的呀 白棋的话 这个时候白棋大概走了A 这部A可能还不错 这个时候白棋当然不会上当的 现在的话 该再看几步 这什么意思 舍战这个黑棋大事物 那么这个白白的被白棋 这个时候白棋把它吃掉 不过这个吃也吃法也不是很好 这个就是老老实 把它吃掉就很高兴了 不要不要走这种吃 这种吃的话有点花窍 这种吃的话有有危险啊 就是说他以后的话 这里有纸的话 他可以跑出来了 假设这里有纸啊 你如果不脱鲜的话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逃出来了 你逃出来以后 你你走这个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大概只能走这个 那么万一被他这么弄弄出来 你怎么办 不过你有可能可以造死他 有可能是能造死他 能不能造死他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他乱打 啊照不死 这个照还照不死 他这样乱打一吐的话 就把被他被他冲出来 你不是完蛋了 你现在有两个断铁 你接这个的话 他断这个对不对 你接这个 所以说的话 这个围棋其实也是 虽然说是什么像涅卫平 我不说涅卫平坏话 涅卫平叫什么 什么前五十手什么的 布局天下一个 关键是围棋 不光是布局决定 而且像涅卫平的话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 虽然说我的水平也比较差 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中日 内台菜的讲解 刘晓光讲解 我感觉涅卫平那时候的布局水平 应该还不如日本人 但是他那时候都赢了 他实际上也是靠中盘 靠关子赢 就是在一些小地方的话 他发力什么 把别人击败 实际上那时候 日本人的布局水平还是很好 所以说的话 这个维持你光是那些大道理也没用的 就是要细节 很要很注意 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吃掉 对不对 你如果那个的话 你走这个的话也比那个也好 因为走这个的话 他顶多这样利用一下 那么我反正这里还可以吧 这个地方吃了以后的话 还可以36手 下到这里的话 白起还不差 虽然说白起的话 几乎要出大问题 就是说因为 但是黑起也不差 不是说黑起这么下不行 首先分析一下 黑起的话这个空还可以 这地方的话 他全部围城空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搬一下也很舒服 他这空很多 然后他强到这个先手 在这里挂 这步挂得很好 他不会从这里挂的 对不对 这时候的话 不会从这里挂的 38应该是正确的 不要去走这个 因为这条边价值不大 38正确 然后39跳出来 40的话 走这个应该也没问题 40也走这个的话 这个42有问题 这个我下的 42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是老老老老老老实实的 走这个走回算 我感觉 或者你走了那个一点吧 奔放一点也可以 就索性 不过这个也未必好 你要是老实点的话 你就这个拆回算了 左右同学走中间 拆回算 不能被他打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一个拆五 对不对 这个地方你拆五的话 你245 拆五你被他打落以后 你的空可能不太够 白棋只有这么一点空 对不对 现在的话 你这个歼33 虽然说空有一点空的话 关键是你这个有点危险 歼33的目的就是 夺他的根据地 对不对 你要跟他杀 但是感觉的话 这不是有点问题吧 还是 看实战吧 实战的话是走几千三三的 是不是 没有了吗 以前 白棱盘上 对方已经结束了 什么回事 我不要保存吧 再把这盘再打开 对方可能断泄了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的话 双方失误很多 他不下了 他突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走走尖三三的目的 就是要对他进行攻击吧 但是我感觉的话 攻击效果也不一定好 还是捞控算 因为你现在反正 那么这个 这个倒无所谓 那关键是这个地方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地方还是值得上他 这个地方的话 他搬他一下的 以后的话 你走这个搬 这个时候实际上 黑气可以逃出来 对不对 这黑气完全可以逃 这黑气为什么不逃 是一个怪事情 逃的话 这个白气没什么好下的 对白气你顶多就接上 接上以后的话 他就咔嚓一刀 帮你切断 这个我也用了那种 什么武侠俗语 我就看着 这个他肯定要切断你 对不对 你现在针也针不死他 你白气没什么好方法 你顶多走这个的话 那你被他拐过来 对不对 你反正两个断点难以两全 你现在接的话 他这里打一下 是不是 更加舒服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白气这个是大 他什么意思呢 他难道担心你走这个吗 走这个的话不可能 他有可能这个意思 他也可能是误算 他可能觉得拐的话 我走这个的话 有可能要被震掉 这个地方不存在 政治问题 对不对 好了吧 这一盘就结束了 罗嘷 好 对不对 还记得来 感谢观看